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馬桶貧圖 今天我們會來打開一個正攻SEIKO的手錶 編號是SRPB43號 這個是我在拿渣打購買的, 標價是425 我大概用了300多元來買, 升幣 這個手錶是雞尾酒系列, 聽得來都很好吃 好了, 不多說了, 拆開來看 其實, 手錶袋已經拆掉了, 所以我現在只開箱 拿上來, 還有一個盒子 有什麼呢? 一個盒子, 放進來 這個是Menu, Warranty Card 還有就是, 這個是我們Local的Warranty Card 全部都可以放在一邊, 誰去看啊, 這麼有空呢 先放在一邊, 打開手錶 好, 我上來看看 SEIKO的盒子, 好像是標準的盒子 好了, 看到了 亮不亮啊 先放在一邊, 焦點一下 不斷地搖一下, 它就動一下 這個是SEIKO 精攻Presage Automatic 很漂亮, 你們看看它的盒子 搖一下搖一下, 就像酒一樣 很漂亮, 好, 拆出來看看 這個是皮來的 這個, Fast Release 枕頭仔, 第一邊 好, 看看牌子先 SEIKO Presage SEIKO Presage 看不到, 看清楚一點 SRPB 43號 再近一點, 再近一點 SRPB 43號 好了, 是 CALIDER 4R 35 AUTOMATIC HAND WINDING SECAND HAND HOT MECHANISM 即是你拉了一個CROWN 它的秒針是會停的 是23J WATER RESISTANT 是50M 就是這樣 看一下錶帶 嗯, 這是皮錶 來的, 皮錶帶 來的, 聞一下 是很香的 又侵到一些皮革的味道 好像不太真皮 但我也相信是真皮 這裡有多少個洞 123456789 有9個洞 可以選的 9個尺寸, 你可以自己定夾 拆出來 打一打 小一點 我本身手比較小 所以我大概都會放到2號 就是這樣 後面還有一個 是 開鏡給你們看的 這個要先拆出來給你們看 這個錶帶頂住了 好了 這個是Quick Release 你按它就會開 是幾簡單的一個方法 來的 看看這個錶帶的背部 這個很漂亮 它的動作 但是看到有些東西在轉 那個是我的 Cealing Fan 對 這個是我的Serial Number 旁邊還有一些Serial Number 看清楚是Made in Japan 完全是日本製造 這個是Seggo 4R35 B23 Jewel Japan Seggo Time Corp 很漂亮 我們轉一下它 看看有什麼特別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個粉紅色的Jewel 加減 使用機器 所以它的時間 它在扭開ixing 就會 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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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能夠有40個小時 可以用多少 到2日 充電 充電 它都會動 只要你轉個蜘蛛,或者搖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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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先拆了拆帶 左手左勢 之後先調整個倒數,我本身是手勢小手 戴2號應該也是剛剛好的 把紙袋撕掉 這是標帶來的 你買珍宮的話,多數標帶都不太漂亮 多數人都會之後再換個標帶 戴上來的時候就先掉進去 不然等會有點麻煩 插進去之後,這個 按一按,就是了 好了 放在我的手上 很漂亮 實在是太漂亮了 所以我很喜歡珍宮就是這樣 我有幾顆珍宮 都會繼續買的 這個是沒有Illuminate的 在黑的地方沒有夜光效果的 其實是一個Dress Watch 好像跟朋友仔,去酒吧喝酒 就帶這個吧,不錯的 你看看 厚不太厚,普通的 你看它的鏡片 是一個Doom型的 好漂亮 好,就這麼多先了 那下一次 按一按新手錶 再介紹給大家 好嗎? 拜拜